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星期我们停一期因为Zephaniah牧师为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今晚应该有别的讲员但是神有祂的意思祂可能要我们继续查经 所以我们很快地看我们的经节 所以今晚我们看的是两个星期前我们所查的 我们要看四活物 基路破诗恩座和父的心 然后灯宝座 还有天上的敬拜还有地上的天门的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在启示录第四章 我们读了一到十一节 让我们回顾一下两个星期前我们所看的 第一个我们学到这个宝座怎样的被彩虹围绕 这是那么的重要因为能够看见神坐在宝座上 祂辉煌的荣耀 他的彩虹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守月的神 他充满辉煌荣耀 大有能力尊贵 他的彩虹告诉我们他永远是一个守月的神 第二我们看当约翰当他看天上的事 他看见主的欺凌 他看见那个玻璃海 这一切都在正确的位置 让他正确的明白 他开始明白摩西在旷野设立的藏幕 就是按着天上的模式来造的 在宝座前燃烧的七火 就是代表那个七个金灯台 玻璃海就是那个洗座盆 神的宝座就是神的施恩座 那个月会 所以约翰就真正的明白 这是按着天上的模式被造的 当他提到天上 几个星期前我们学到起诉录四章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到天上 神的宝座前 当约翰看见这门 门本身就是耶稣 所以我们透过耶稣这闪门能够进入天国 所以在末日 神正在打开他的天窗 给他的百姓 即使他给我们这条通道 同时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 他也记载在启示录的 所以我们能够确定这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神说什么 在他的道中都是真实的 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被提到天上 才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约翰见证了他所看见的一切 所跟着所记载下来的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应该从约翰学习 神所说的一切 即使我们逻辑的思想不能明白 但却是真实的 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 就最好开始相信 开始活在神的话语所说的真实里 所以第三点我们一起学的 当宝座发出闪电和雷轰 他清楚指示我们当神降临到西乃山与 他的百姓相遇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神渴望与他的百姓相遇 他叫他的百姓预备好在第三天 他要来与我们相遇 所以神的宝座降临到这山 好像约翰所说的有闪电 有这个吹号的声音 很多人说这是旧约神 好像旧约的时候这样子显现 新约不再是这样子了 神是美好的是慈爱的 但这不是真实的 但约翰被提到天 当他看见神的宝座 他见着那个闪电雷轰 告诉我们神并没有改变 神并没有突然间改变成为一个只有恩惠的神 他是充满爱 充满恩典和真理 他同时也是圣洁的神 在末日我们神的百姓必须拥有这个真正的敬畏神的心 让神恢复敬畏神的心在他的百姓当中 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所看的 亚拿尼亚和撒贝拉被击死了 当神的荣耀降临神 敬畏神的心也会降临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 神经病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火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火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火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斗跃不住的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主神是细在精在 以后涌在的全能神 每逢四火物将荣耀尊贵 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就 俯复在座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并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Amen Amen 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 约翰看见有四个火物 所以两个星期前我们说过 在天上有不同的天使的阶段 四火物是另一种的天使的 火物 我们很习惯只是认为 有这个看守的天使 来看顾我们 但顺经告诉我们 有不同种类的天使 这些对我们很多人都是一种奥秘 如果他继续保持奥秘 是没有错的 天国有那么多东西学习 而如果我们有渴慕的心来知道 到神就会向我们显示他的奥秘 But interestingly we have seen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John witnessed 很有趣的我们看见其他 约翰所见证的东西 Now John witnessed the four living creatures 现在约翰见证这个四个火物 Just like the pattern in the tabernacle of Moses 就好像在摩西藏幕的模式 God instructed Moses to build according to what he saw in heaven when he was caught up in the mountain 当摩西被提到天上的时候 神在神吩咐他 要按着天上的模式来造这个藏幕 We will look at the verse shortly 等一下我们才看那个精简 But this living creature The question is Are they a type of cherubim? 但是这火物 它的问题就是 它是否是一个鸡路波 We do not know 我们不知道 But it is very much possible That it is a category of cherubim 但它很可能 就是这个鸡路波的种类 And the first time The word This category of angel Cherubim is mentioned 而这个鸡路波的天使 这种种类的天使 被提到 It i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3 verse 24 他第一次提到 是在创世纪 三章二十四节 After Adam and Eve have fallen into sin 当亚当和夏娃 犯罪之后 Verse 24 God drove out the man He placed cherubim at the east of the garden of Eden and a flaming sword which turned every way to guard the way to the tree of life 二十四节 神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路波 和四面转动 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So from this verse We can see that The cherubim was like a guardian 所以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基路波是看守的 He kept the way He did not allow anyone to enter in to access the tree of life 他看守那条道路 他不允许任何人 进入那个生命树那里 It is a holy angelic being that was assigned by God to be a guardian 是圣洁的天使 是神设立起来 成为守望的天使 守护的 然后从出埃及记 我们学到 当摩西上到山上 他被提到山 神指示他怎么建造 这个摩西的藏幕 最重要的呢 就是那个月桂 在出埃及记 25章 17到22节 这里形容摩西 怎样被吩咐 要建这个月桂 in the Ark of Covenant Exodus 25 verses 17 to 22 let me read you shall make a mercy seat with their wings 一周半宽 一周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坡来 安在施恩座的两头 这头做一个基路坡 那头做一个基路坡 二基路坡要连接一块 在施恩座的两头 二基路坡要高张翅膀 遮掩施恩座 基路坡要脸对脸 朝着施恩座 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 又将我所要赐给你们的法板 放在柜里 我在那里要与你们相遇 又要从法跪施恩 坐上二基路坡中间 和你说 我所要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所以这是在建造这个 帐幕里面很重要的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里清楚地显明 天赋我们的神 祂的心意 渴慕的是什么 为什么祂要在旷野间 一个藏墓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吗 二十节告诉我们 神说我要与你相遇 我要与你对话 我们的神不是仪式化的神 祂不是一个形象 让你去敬拜 然后你跟祂不能沟通 祂渴望来与你相遇 远超过你 渴望与祂相遇 祂渴望对你说话 远超过你要对祂说话 有时候我们自己说 我想要看见神 我要听见神 为什么我看不到听不到 但那实在的是 神渴望与我们相遇 远超过你渴望 我们总是想要 以自己的舒适 自己的方便 才来与祂相遇 好像那个阿拉丁一样 你要许愿的时候 你才来插那个油灯 然后祂必须要出现 但是从最起初 当那个帐幕被设立 神给我们这个天上的模式 我们可以与那 坐在宝座上的神相遇 是祂做决定 不是我 我们靠近的是一位王 当摩西建造这个模式的时候 这是按着天上所造的模式 在那里有一个施恩座 施恩座代表神的宝座 那可望与我们说话 与我们相遇的神是 那坐在宝座上的神 这难道不是约翰在 在启示录四章一节所看见的吗 而在那里的模式 就是有两个基路坡在那里 他们张着翅膀守护这个宝座 在创世纪 基路坡是在守护这个生命树 在基路坡是在守护这个生命树 The next time we read about it is in Ezekiel chapter 1 下一个我们读到 关于这个的是以细节 When Ezekiel had a vision 但以细节有这个意象 Chapter 1 verses 5 to 11 1章5到11节 He saw also Let me read from verse 5 Also from within it came the likeness of four living creatures after these was their appearance They had the likeness of a man Each one had four faces Each one had four wings Their legs were straight The soles of their feet Were like the soles of cow's feet They sparkled like the color of burnished bronze The hands of a man Were under their wings On their four sides And each of the four Had faces and wings Their wings touched one another The creatures did not turn When they went But each one went straight forward As for the likeness of their faces Each one had the face of a man Each four had the face of a lion On the right side Each of the four had the face of an ox On the left side Each one of the four Had the face of an eagle Thus were their faces Their wings stretched upward Two wings of each one Touched one another To cover their bodies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 他们的形状是这样 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 四个翅膀 他们的腿是直的 脚掌好像牛犊肢体 都灿烂如光明的铜 在四面的翅膀以下 有人的手 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 乃是这样 翅膀鼻子相接 行走并不转身 距各直往前行 至于脸的形象 前面各有人的脸 右面各有狮子的脸 左面各有牛犊的脸 右面各有鹰的脸 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和相结 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 所以这里是以西节看到这个宝座 在不同的方式 他看见四火物 而这里的四火物跟约翰所形容的四火物 不完全一样 在那里没有任何的不一致 因为在神的宝座 作为有不同的活物 但是以西节所看到的宝座是可移动的宝座 是轮中有轮 是在支持着这个宝座 就好像他看见的这个纪录波 是在支撑着这个宝座 很多时候我们越过这些境界 因为我们不能明白 但是我们一起在看启示录 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地去看这些活物的细节 我们越说到这些 我们就越期待 我们也能够被提到天 让神的天国的真实也能够领到我们 我们有多少次会提到纪录图呢 我们有多少次会提到火物呢 但现在我们知道围绕神的宝座 看守神的宝座的是这个天上的火物 而以赛亚也有他的意象 以赛亚书六章 一到三节 阿弥有其他人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存下遮满圣殿 其上有撒拉佛势力 各有六个翅膀 用两个翅膀遮脸 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 彼此呼喊说 圣灾圣灾圣灾万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这里如果你看第二节 他说在宝座上 不是围绕宝座 是在宝座上 宝座上你还有另一种的圣天使 就有撒拉佛 这个撒拉佛跟约翰所看的 差不多一样 就是他们有六个翅膀 当约翰看见这个活物 他形容这个活物有翅膀 有六个翅膀 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 他的六个翅膀前两个遮脸 两个遮脚 还有两个飞翔 所以以赛亚形容给我们的意象 我们也可以想象出来 所以当我们查看这些不同的意象 就是旧约的先知 就是旧约的先知 向我们形容的 然后拿他跟新约 启示录 约翰所看见的 我们看见这是一致的模式 就是我们的神 是坐在宝座上的神 这启示录是我们末日的基督徒应该拥有的 在神指示约翰将要发生在世上的事情 在神指示约翰可怕的事情之前 神先让他看见宝座 还有坐在宝座上的神 然后以仔细的方式显示约翰这个四活物 有四活物 清楚地形容 他们的属性特征 还有他们所做的 这里有一个原因 我们会看这些详细 但是让我们看看 我们所看过的经节 以赛亚看见宝座 以西节也看见 摩西去到天上也看到这个摩世建造在地上 约翰第一次本身看见 所以这一切联合起来 他有一个真理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所告诉摩西的 神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遇 我要与你相遇 我要与你对话 从施恩座发出来 我要与你对话 我要与你相遇 这个施恩座就是宝座 就是约翰在天上看见的宝座 就是约翰在天上看见的宝座 施恩座就如同宝座 告诉我们神做的那个施恩座 那个宝座就是他发出怜悯的 他是有怜悯的神 即使他是带有能力掌权 充满荣威的神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父神的心意 当我们看见这个活物 这个基路坡和撒拉佛 你看基路坡是这个守护宝座的 这宝座被形容成施恩座 这告诉我们 从起初当生命树被与人隔离 神就一直在想办法 要使人能够再次的到达生命树 亲近他与他相遇 即使在新月 当我们看这些成为背景 当你在看这个熟悉的境节 他就给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 希伯来作者说什么呢 我们喜欢这个境界总是背起来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唯要得怜悯 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哈利路亚 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来到这个宝座 施恩座前 坦然无惧地来 他特别地告诉我们说 要我们得怜悯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施恩座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 得着恩典 恩惠 当你和我在需要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去到施恩座 去到神的施恩座 去到施恩座 在施圣所里面的约会 以西洁所看见的宝座 以赛亚所看见的宝座 约翰所看见的宝座 是你和我都可以去的 而我们有多少次 多么的经常去到这宝座呢 还是我们 总是去找人帮助 总是去找人的怜悯 所以我们不可以容许 每一个启示录的学生 都必须来到这个醒觉 我们必须时刻清净神的宝座 如果我们查了整本的启示录 知道所有的东西 但却从未来到宝座前 那我们就错过了 我们错过了 约翰告诉我们有一个宝座 不只是告诉我们 不只是告诉我们而已 他还告诉我们 这宝座是你可以去的 这是神的心意 清楚地告诉我们 当摩西建造诗恩座 所以你要记得 我们读起事录四章 这邀请是给我们每个人的 Amen Hallelujah Let's look a little detail about the living creatures that John saw 让我们仔细地看 约翰所看的是火物 He said the living creatures had full of eyes in front and in back 他说这个火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and similar but not exactly then he also described that you know they have this first like a lion second like a calf third had a face like a man fourth like a flying eagle 然后他也形容着火物 第一个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有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it may be difficult for us to imagine right 可能我们很难要想象 but this is heavenly being 但这是天上的火物 and then in verse 8 we are told they have six wings 第八节告诉我们说 他们有六个翅膀 and we are told again they have full of eyes around and within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that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这里形容这个四火物 they have eyes around and within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you do not I imagine full of eyes 你可以想象这个火物 充满眼睛 round and within 全身的内外的 tells us this angelic being 告诉我们这个天使 is a very high level being is a very high level being 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天使 why it tells us they have clarity and insight like no one 他们有的是 洞察和清晰的洞察力 是没有人有的 right we only have two eyes 我们只有两个眼睛 this creature has full of eyes around and within 但是这个火物 全身内外都有眼睛 前后前面 这指导是我们他对过去现在将来 所有的一切都有他的洞察 他非常靠近神的宝座 充满这个有趣的属性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好让我们不想象 好让我们不会去想象天堂是从一朵云跳到另一朵云在那里弹琴 这里的天上向我们显明的是非常充满能力的地方 有属天的活物充满高智慧 充满清晰的洞察力和理解力 天使所拥有的知识洞察力 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着神来设立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基本的理解 好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不会太过于吃惊 肯定的我们还会吃惊 下一个我们要看这句话 我们时常唱的就是我们 我们喜欢敬拜神 然后让耶稣登上宝座 所以我们学习这四活物 我们学习他们所做的 然后我们也看他与宝座的亲密度 一个预言性的学预言的学生 会明白 当约翰在天上 他看见地上的章幕是按着天上的模式所设立 如果我们进入更深 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 也可以是在地上的模式 我们可以在地上跟随天上的模式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在地如同在天 愿你的旨意降临如同在天 在地如同在天 所以在天上的可以降临到地上 所以约翰已经在天上看到这个 这个藏幕的模式 而你和我今天当我们读到约翰所分享的 关于神的宝座 关于四活物 关于24位长老 就给我们一个关键 使我们能够学习在这地上操练 神在众敬拜当中就登上宝座 当约翰看见神坐在宝座上 we read just now in Revelation chapter 4 启示录第四章 what is the thing that the living creatures do? 是火物做什么呢? we are told they don't rest 他们不安息 day and night they say holy, holy, holy Lord God Almighty 他们昼夜敬拜 圣灾圣灾圣灾主全能神 who was and is and is to come verse 8 戏债经债以后永债 and we are told in verse 9 the living creatures give glory and honor and thanks to him who sits on the throne 然后那四活物将荣耀尊贵 感谢归给坐宝座上的 who lives forever and ever 活到永永远远的 God is enthroned by the worship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神因着四活物的敬拜 而坐在宝座上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敬拜的经历 不只是有声音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宝座 好像那宝石 好像那绿宝石 还有那个绿宝石发的光 充满光的颜色 有颜色有光 有声音有雷轰有响声 然后你还看到好像彩虹 还有四活物在那里敬拜宣告 圣灾圣灾圣灾 所以至到一个地步 在我们末日的敬拜里 有时候这些东西可能变成极端 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要带着 有彩色的惊奇呢 你看这些惊奇 也是天上的一种模式 在天上有光 有颜色 有声音 所以当人在地上敬拜的时候 所以你看在末日我们有更大的恢复和启示 这些东西不应该用来使我们分心 净拜的时候那些跳舞的还是带着惊奇的 跳舞的 这些不应该是夺去我们的注意力 使我们去专注他们的 但这个它在敬拜里面有重要的要点 它反映光 声音 颜色 就像在天上 你看到吗 所以这些都是按着天上的模式 所以当我们学着四火物 他们做什么 就是神在众敬拜中就登上宝座 当敬拜向他升起的时候 神就来与我们同在登上宝座 神就建立他的居所 就是他的帐幕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开始敬拜他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开始彰显 有一个很精洁可以向我们解释的 就是诗篇22第3节 他说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以色列的赞美成为宝座 让神登上宝座 宝座也有这样的意思 就是让神来居住 好像在西乃山 神实实在在地 以他的宝座降临 以色列看到的意象也是神在宝座上 撒拉佛也是 所以这个模式是按着天上的模式 所以我们在地上为了要有天上的这个模式 我们也应该开始抓住天上的敬拜 天上的敬拜 当我们开始以他为模式 我们学习这四活物他们怎么做 怎么敬拜 他就能够在地上开启了这个通道 这四活物就可以开启一个通道 然后神的宝座 就能够降临在地上 而唯一能使它发生的 其中一个能使它发生的 就是你要敬拜按着天上的模式 就像在那个属魔鬼的世界里 他们有很多摇滚的音乐会 它可以是非常情欲性的 或者是暴力性的 很多时候这种的音乐会打开了一个通道 让这个邪灵进入这个地区 所以很多这种的音乐会有这样的后果 但这是魔法 也是属灵的定律 如果地上的人 开始抓住这个天上的声音 它是 好像四活物在天上那样的敬拜 因为四活物他们是那么清净宝座 他们是看守宝座的 当你进入那种敬拜 它打开了一个天门 让神的宝座降临在地上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很宝贵的 这四活物是怎么敬拜的呢 让我们看第八节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的说 圣灾圣灾圣灾主神是 细在经在以后涌在的全能者 他们有这个洞察这个理解 因为他们的眼睛都是在瞻仰神 他们在那里昼夜的瞻仰神 每一次他们瞻仰神 他们就抓住了神的圣洁的启示 每一次他们一宣告圣灾的时候 他们就领受一次新鲜的启示 他们领受这个启示 所以他们宣告圣灾 所以你看 敬拜是从启示来的 当我们领受对神的启示 他的爱 他的圣洁 他的任何属性 那真正的敬拜 就会从我们里面发出来 敬拜不是只是诗歌 而是一个回应 回应我们所领受的启示 好像有时候我们很高兴 神答应我们的祷告 我们就说感谢你主 Hallelujah 自发的祷告 自发的赞美 或者你花时间与神在一起 突然间你感觉到神的同在 神对我们变得很真实 然后你就开始说 主啊我珍惜你 有时候眼泪就流下来 这眼泪就是对神的混音 这眼泪就是对神的敬拜 它不是限制在诗歌里 但你看似火物的敬拜 是在宣告神的属性 祂是圣灾 祂是永恒 细在 精在 永在的神 这说到的永在永恒的神 所以如果仇敌是聪明的 他就会去攻击那些写歌的 敬拜的 或者是那些诗情 攻击他们 好让他们不专注在神的属性 所以好让他们写的歌 是专注在自己 你看他们攻击教会的教导 不要传讲圣洁 因为当你传讲圣洁 你就会抓到神圣洁的启示 当你抓到神圣洁的启示 你就会在祂圣洁的荣美中 敬拜神 当你这么做 你的敬拜就打开一个天门 让神的宝座降临在地上 让我们今天有多少人 有神的宝座降临在地上呢 因为仇敌攻击这些 敬拜的诗情 写歌的 还有教会的教导 好了 教会从来不能够 再透过敬拜打开这个天门 当我们来学习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让这个真理恢复给我们 神坐在祂百姓的赞美当中 坐在祂百姓的敬拜当中 当四五活物宣告圣洁 他们的眼睛是瞻仰神的 我们可以嘴巴唱圣灾圣灾圣灾 唱到我们的脸都变绿了 但神的宝座可能都不会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要以灵和诚实敬拜神 有一次耶稣说 你只是用嘴唇敬拜我 你的心却是远离的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你的口和你的心不合一 所以以灵和真理来敬拜神 就是我们的心口合一 我们可以唱圣灾圣灾 知道我们的脸变绿 但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圣洁 那我们所说的是空洞的 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看到神的圣洁的启示 是很重要的 传讲分别为圣的重要性 是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呢 在末日为什么我们继续的传讲神 要我们预备自己 分别为圣自己 因为当我们分别为圣 我们是在使我们的心口合一 当我们的心口合一 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就以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种的敬拜 是按照天上的模式 在末日会有很多时刻 神的宝座要降临在某一些的地方 或者是教会 而当神的宝座在那里 所有属天的 医治神迹 其实都会发生 不需要人来祷告 这个塑造性的神迹 一些的神迹 是我们所想不到的 当神的宝座降临 当神的藏幕与人同住 复兴就会爆发 但你看它是从敬拜来的 敬拜是那么重要 敬拜从启示而来 知道神是谁 而我们心口合一 让我们看似火物 敬拜神什么呢 他们宣告神的圣洁 他们宣告神永恒的属性 为什么不呢 我们为什么不回来 专注在神的圣洁和永恒的属性当中呢 然后这活物就把尊荣 荣耀尊贵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在敬拜中都要有这一些 让我们不要唱那些 敬拜的诗歌是唱给自己的 但是让我们宣告神的圣经 宣告神永恒的属性 把所有的荣耀尊从感谢归给神 而如果你要按天上的模式来做 现在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 第四章只是两处显明这个敬拜 启示录有很多的七个灯台 七晚七号 等一下你还会看到天上的七重敬拜 在将来的别的章章 但在第四章我们看到有两方面 当这个活物在敬拜 它就被24位长老激动来敬拜 第九节 当这个活物敬拜神 第十节 那24位长老就俯父敬拜 你看有不同的方面 如果我们宣告神的圣洁 有些人他们诚恳地从心里能够宣告神的圣洁 但同时那些不能的 如果他们看到神的圣洁被宣告出来 他们就可以进入24位长老的敬拜 24位长老就好像君尊的祭司 但是他们带着冠冕 他们是得胜者 他们是在世上经历各种患难 而且胜过的 所以这24位长老做什么呢 他们俯父 当他们听到神的圣洁被宣告出来 他们无法参与 他们就俯父在那里 他们俯父在那里 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些人 他们就俯父在地上敬拜神 再次的我们要提醒 你可以俯父在地上知道你的脸变绿 但如果你的心没有降伏神 我们并不是要做这些东西 来使别人 来感动别人 你看我们新潮的教会 就是我们喜欢做一些东西 来表现给人家看 因此我们所做的就没有它的真实性 这也是有一些人说 我不要做 所以结果呢 就没有真正的敬拜 这问题是在那里呢 如果那些人是不真实的 那就随他们 但如果你要真实的 你只是想俯伏在神面前 你就去做 但你全身俯父你是在告诉那个灵界 你是降伏神的 而24位长老敬拜永恒的神 他们把冠冕摆下来 他们所赢得的奖赏 他们说 神啊 如果没有你 我怎么能得奖赏 你看这里是另一层次的敬拜 这是从一个感恩的心发出来的 从一个依靠的心发出来的 是一个祭司的敬拜 是一个祭司的敬拜 承认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神 我的冠冕我都要摆下来 交给神 我所有的得胜 所有的冠冕 所有的胜利 都是借着神 也透过神 也归给神 所以如果我们无法在祂的圣洁中 敬拜神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学习 24位长老的敬拜 但是在教会 或者在聚集中 我们可以有着两者 让这两者一起 在真实敬拜中 我们就打开了一个天门 让神的宝座 降临居住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看24位长老 他们所说的话 代表他们的敬拜 11节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 全并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上个星期 我们的弟兄 带领我们唱这首歌 就有这个美丽的歌词 你是配得的 祭祀的敬拜 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神 如果我们是骄傲的 如果我们想要抢夺神的荣耀 我们就无法进入祂的敬拜 如果我们要吸引人的注意力 来看自己 就是说我要抢夺神的荣耀 我祷告到很辛苦 到使这个神迹发生 有些人可以说 神啊我敬拜你 我祷告得非常辛苦 然后你做了这个神迹 这跟24位长老的敬拜 是不同的 24位长老他们说 你是配得的 你完全的配得荣耀 我们什么都没有 你完全的配得冠冕 我不要这个冠冕 我把它交给你 唯有主能领受 所有的荣耀尊贵全并 弟兄姐妹 在将来的日子 我们需要更加的 进入这种敬拜 当然音乐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但是今日很多人的问题就是 他们要这个音乐是完美的 我告诉你 完美的音乐 不能打开通道 但是 当然这是没有错的 我们要努力能够达到完美 你要努力的弹出好的音乐 这是正确的 但神看的是以灵和诚实的敬拜 专注在这点 专注在这点 让神把他的宝座带给 带下来 24位长老说什么呢 他们说你创造万物 在今日 人因着自己这些的创造 创造什么东西 感到非常骄傲 但需要谦卑和启示 关于神的伟大 我们很多人的启示就是 小小的神 神要听我 神我命令你做这个做那个 但四活物 24位长老 他们是那么清净宝座 他们看见神是谁 神是你创造万物 如果我能做什么出来 都是你给我的智慧 唯有你是配得的 任何事 任何事情能够发生 是因着你完美的旨意 而受造 谦卑和对神的启示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要进入这种敬拜 Amen Amen So let's encourage one an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 让我们彼此鼓励 We end our chapter 4 study tonight 今晚我们查完我们的第四章 Next week we'll look at Revelation 5 下星期我们看 启示录第五章很有趣的 But these all carry lessons that are precious to all of us 但这些都带着 极宝贵的信息给我们 Don't just wait to know Oh when will the thing happen When will the bad things happen 不要只是在那里 等着要看 什么时候好事 还是坏事会发生 Every chapter equips us for end time 每一章都在装备 我们为了末日 Every chapter equips us to walk with him 每一章都在装备 我们与主同行 And for the mature sons of God to arise in the end time 还有让神成熟的儿女 在末日兴起 May you and I carry the desire 愿你和我都带着这个可慕 to pattern our worship after heaven 让我们的敬拜 是按天上的模式 If you want to always live in the atmosphere of heaven 如果你希望总是活在天上的环境 not stressful 没有压力 not so noisy 没有嘈杂 Let me tell you the atmosphere of heaven is an atmosphere of worship 我告诉你 天上的环境 就是敬拜的气氛 so on earth even though you can be in the most stressful situation 所以在地上 即使你在一个非常充满压力的环境 充满风暴的海浪 可是如果你总是带着一个敬拜的态度 you are living in the reality of heaven 你就活在天上的真实里 you are allowing God to come down 你允许神下来 for his will to come down 你允许神的旨意降临 on earth as it is in heaven 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so revelation 4 所以启示录第四章 还有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 带给我们这关键 如何模仿天上的敬拜 那些参与敬拜的服事的 让我们开始向神求 我们每个人都被招作敬拜者 不需要谁是特别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敬拜者 让我们抓到神的启示 每一次我们敬拜 让我们祷告神的宝座与我们同住 很多人喜欢逃过这个赞美和敬拜的时候 但却是在赞美敬拜的时候 神与我们相遇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样简单地教导我们 向我们敞开你的话语 主你是美好圣洁的神 我们谦卑自己在你面前 主当约翰显示我们天上的事 主愿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来抓住天上的模式的敬拜 好让我们能把它带到地上 主啊地上的敬拜是可以向天上的敬拜 就是有你的藏墓居住在我们当中 圣灵 把这可慕放在我们心里 天父渴望来与我们相遇 天父渴望来与我们说话 当你的宝座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会与你相遇 我们就能与你交通 我们就能听见你的声音 就能与你相交 天父我们祷告你增加这点在我们当中 即使我们是在线上聚集 但却无法拦阻你的宝座与我们同在 天父吸引那些单纯的相信的信徒在一起 那有同样心智的 同样渴慕你的信徒 渴望你的同在 渴望做你的幸福 渴望为你而预备好 渴望聚集在一起 在末日被预备好 主要信他们 通过圣灵的大能 也把这可慕放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敬拜你好像在天上 我们渴望你的宝座降临 我们渴望你降临 愿你夜天而降 愿你倾倒你的圣灵 倾倒你的真实 那神的七个灵 你末日的恩膏 为了收割 为了你百姓的天命 主我们感谢你的话 愿你的话与装备我们 愿你的话与改变我们 感谢你 让我们来亲近你 我们把感恩献给你 赞美尊贵荣耀都归给你 我们要来敬拜你耶稣 我们祷告奉你耶稣的名 and all God's people say Amen Amen Praise the Lord Hallelujah